我會是最大勝利的 完結一切可完結的敵人 但是 我會使用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去參加 全場歡聲雷動 終於不用再心神不寧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宣告侯柯沛確定出局 卻不代表藍白河就此破局 我也知道 很多人的內心才是原因 到底打開了很多工作 我不會連累的連累 我也不會連累你們 我要把國家連回來 再交換給你們 要不要理性 務實 科學 代理台灣國女男女士形態的侵賴 踏進國民黨侯友宜的地盤 新北板橋大事師柯文哲攤牌 只當政給支持者吃下定心丸 一度面臨支持者出走危機 柯文哲重新凝聚力量 事實不再僅限網路限額三千名 開放現場超過四千五百人 擊爆板橋體育館 裁判民眾黨的地位 一定要出貨量維持 讓民眾黨可以成為國會關鍵的角色 原地要宣布副首跟不分區 全藍白河卡關人選沒出爐 柯文哲先拉政黨票 邊穩住軍心 不再擦失望的眼淚重申義無反顧 就拚這一次 明年1月13號 各位夥伴們 我們一定會打贏最長的監控決戰 我們一定會在臺灣的地址 再跨上一村奇跡 TVBS新聞李建委林一傑 許豐宇 李品SN小組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